嗨 胆小鬼 在干嘛 今天给你讲的故事的名字叫 我喜欢你的人就是个胆小鬼 侧尾先生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侧尾小姐嘴巴里咬着薯片 躺在侧尾先生怀里 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侧尾小姐一下子坐了起来 气愤地说 只有外卖员每次敲门都那么大声 吓死我了 侧尾先生摸了摸侧尾小姐的小脸 说别气了 我去开门 侧尾先生去了好一会儿 才拎着外卖走了回来 侧尾先生摸了摸小兔子说 乖 吃饭 第二天侧尾小姐在家里翻箱倒柜 找出了一根棍子 侧尾先生觉得很奇怪 我刚刚点了外卖就到了 要是他还那么大声敲门的话 我就说着 侧尾小姐拿着手里的棍子 以顿会晤 侧尾先生笑得前仰后合说 他绝对不会再大声敲门了 侧尾小姐不信 不可能 就算你昨天跟那个外卖员沟通了 万一这个外卖员换了呢 侧尾先生 那我们打个赌 侧尾小姐赌就赌 赌什么 侧尾先生笑了 要是待会儿敲门声不大 你就亲我一口 侧尾小姐脸红了 每个正经 要是待会儿敲门声大的话 你扔一个月的垃圾 一言为定 侧尾先生还跟侧尾小姐拉钩 不一会儿 走廊传来脚步声 侧尾小姐看着侧尾先生 屏息凝声 同时手里的棍子也举了起来 侧尾先生憋着笑 看着这样的侧尾小姐 觉得甚是可爱 进了进了 侧尾小姐走到了门口 接下来门外传来一阵 轻轻地敲门声 并伴随着问讯声 请问侧尾小姐在吗 您的外卖到了 侧尾小姐惊讶地张开了嘴 看向侧尾先生 后者淡定地坐在沙发上 摊开了双手 侧尾小姐放下了手中的棍子 开了门 接过外卖 说了句 谢谢 侧尾小姐把外卖放在桌子上 喊事不解 侧尾先生笑而不语 指了指门外 侧尾小姐又跑去开门 这才看见门上挂了一个牌牌 上面写道 请轻点敲门 我老婆胆小 侧尾小姐转过身 关上门 跑向侧尾先生 巴唧一口 亲在侧尾先生脸上 早点睡 谈小贵 雅 态上 坨实 我老婆胆 坨实 尾小不